全国六个州署爆发了水灾 根据社会福利局天灾资讯网站显示 截至晚上七点多 灾民人数已经突破了六万人 其中吉兰丹的水灾灾情是最为严重的 灾民人数达到了五万人 政府是严正以待启动了各级的应灾措施 协助灾民将损失降到最低 首相拿多斯里安华指出 国家灾难管理机构已经加强协调联邦和州 各机构的力量以维护居民的安全和福祉 全国六个州署爆发大水灾 灾民人数节节攀升 首相安华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首相问答环节 汇报水灾灾情时指出 受水灾影响的州署分别是 吉兰丹 登加楼 吉打 玻璃市 柔佛和霹雳州 他促请国家灾难管理机构 在东北季后风期间 重点关注水灾灾民和受影响地区居民的安全与福祉 安华也感谢副首相兼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 纳都斯里阿莫扎西的领导 让各机构和州政府提前做好准备应对灾情 这波水灾 吉兰丹的灾情最为严重 灾民人数已经突破4万人 受灾家庭超过13000户 这些灾民目前安置在州内193个零食疏散中心 在丹奈美拉国中的临时疏散中心 就容纳了来自239个家庭的857名水灾灾民 一些受访的灾民表示 这波水灾灾情异常严重 水位上涨得很快 他们根本来不及做准备 水位上涨水超过 水位上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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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连着来的暴雨导致吉兰丹河水位不断上升 设在河岸盘的瞭望台也浸泡在水中 丹州民防部队总监穆罕阿扎尔向马兴社透露 吉兰丹河的水位已经超过危险水平 有可能会溢出 他出请公众不要靠近吉兰丹河 以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 吉兰丹河水位暴涨也让刮拉吉兰遭遇严重水患 水位达到了1.5米深 突如其来的大水更差点冲走居民停靠在附近的两辆轿车和一辆摩托车 刮拉吉兰人民志愿者协会在接到居民的求助后 出动10名志愿人员和3辆4轮驱动车 花了半小时从积水中拖出车子和摩托车 刮拉吉兰景区主任马泽兰也宣布 由于大水来袭当局关闭了当地8条主要道路 禁止车辆通行